第三个 讲到德荣 德荣虽然离大家好像很远 但是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提 因为我觉得现代的人很少有空去想到将来 我上个礼拜去参加我自己开的耶稣生平 自己坐在底下听课 数益不多 他中间讲了一句话 讲员讲了一句话 他说我们应该偶尔做做梦 停下来 想一想将来进到天上是什么样子 你有没有想过 有啊 是什么样子 我们没有空去想 因为撒赞也不让我们去想 所以我们眼睛天天都是看到 今生劳苦愁烦 眼前短暂的事 活得很辛苦 但是如果圣经上已经讲出来 的确有很多没讲 但是已经讲出来的东西 已经够我们相信了 虽然我有时候去想到说 哇 我们这一代将来进到天上不想要干嘛 那你没有internet 没有电脑 没有手机 没有video game 没有这些TV 所有的店的东西都没有了 去那干嘛 对不对 你有没有想过 你不要想一想以后说 主 我不去了 在这里好的无比 虽然我们不知道将来到底要干什么 但是保罗告诉我们那是好的无比 这是我们知道的 但是我们很少去想 那至少圣经上告诉我们 当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 我们是跟主亲眼得见祂的真体 我们亲自建造了 我们现在是在信心里 来相信 来爱的耶稣 亲自建造了神的统战 而且被带到新天新地里面去 今天不多 你看《启示录》21章 它说在那里神的账目在人间 祂要与人同住 我们要做祂的子民 祂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做他们的神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 哭嚎 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光光说不再有死亡 不再有悲哀 哭嚎 疼痛 都已经让很多人羡慕了 尤其那些正在经历很深痛苦的人 对不对 你经历了配偶对你的背叛 你经历了孩子对你的伤害 你经历了在地上不公平的对待 这么不公平 没有公义 很多的事情让我们痛苦 愁烦 流泪 将来在天上绝对没有这些事情 也不再有生病 不需要化疗 不需要开刀 不需要有这么多这么多的问题 统统都过去了 光这个已经叫我们很喜乐了 然后他说神的账目在人间 我们要与他同在 而且保罗在这里说 那是好的无比 那是一个极重无比 与永远的荣耀 所以我们都开过车 你要下highway以前 很早他就说 还有20mile 你的出口到了 再过了不久 还有三mile出来了 过了不久 还有四分之一mile出来了 你会不会预备 当然会预备 你不会傻乎乎地一直冲 你很早就开始准备change name 准备进来 开始要慢慢刹车 然后开始已经老金想着 下来我要喝一杯咖啡 或是我马上就到了旅馆了 或是我回到家见到家人了 你整个的心情都受到他影响 而你所有的东西都在朝他预备 像我40多年前 第一次那个时候要来美国 在那里准你行李的时候 你看台湾是亚热带 根本一些后夹课都用不到的 那个羊毛衫 羊毛袜子都不需要的 可是我要来之前 于是母也陪着我去这里买 去那里买 所有的东西 我的决定 我要准备的东西 我的心情 统统朝着那个将要发生的事情 我都在做预备 但是我们地区要去见主 我们很缺少预备 就有一首诗歌 不是 当然这是阿摩斯说 你预备 要预备迎见你的神 很多的诗歌也都说 我们预备好了没有 那是一个得荣的盼望 将来要去的 我们很少想 很少去想 因为眼前都忙不完 哪里想得到将来 可是你要晓得 那个荣耀的结局 跟荣耀的盼望 它会影响你今天怎么生活 你怎么做决定 影响我们今天的心情 所以当你在受到冤枉 受到别人伤害的时候 有时候想到主都知道就好 当你在很多的抉择里面 你愿意为主放下来 因为你知道你是为了神放下来 因为你在这里得着了永远的 照我的脾气 我一定要跟你争到底 要吵到底 因为明明是你错 为什么我要跟你道歉 可是当我愿意在主人面前放下来 因为我知道这些东西 通通没有永恒的价值 只有基督 永是基督 存到永远 这些东西一定会影响 我们今天的生活 你千万不要觉得 讲这个东西是不离地的 不是 离地太远的 不落地的信息 太落地了 天天都会影响我们 因为我们都在回家的路上 我跟你说 我现在平均大概每一两个礼拜 至少老金都会忍不住地想一下 快要回家了 所以不想浪费时间 不想再去在乎坚持 争执一些我从前很在乎的事 我都会觉得 我要怎么样利用剩下的时间 好好的在主人面前 总要趁着还有今日 就是要得奖神的圣号 好好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